今天禮拜五了 馬上明天週休夏期 而且還是元宵節 但預告一下 元宵節天氣不太好 北臺灣是濕濕冷冷 甚至空曠地區還下淡十度 要特別注意一下 天氣上在今天就會有變化 今天因為封面通過之後 大陸冷氣團要開始南下了 因此北臺灣跟東半部 今天感受上就是濕濕冷冷的囉 那同時還會越晚越冷 那在中南部地區 大致上是多雲的天氣 影響還沒有這麼大 那今天主要的水氣 就開始影響在整個北臺灣地區 還有在東半部花東地區 會逐漸開始有點短暫震雨出現 而且溫度就會逐漸開始往下走 因此外出的時候 北部的民眾就要穿暖一點了 來看看在溫度上 其實今天在北臺灣的高溫 已經要開始往下降了 今天最高溫只有十八度 所以會有一點涼涼的感覺 越晚會越冷 因此請穿暖暖一點 同時也會容易下雨 所以建議要攜帶雨季囉 那在中部地區 今天二十六度 雲料稍多 還算是舒適 那南臺灣依舊是好天氣 二十九度是熱的 但是你看溫度在晚上的時候 十七度稍稍也是有點涼 中南部都是溫差很大的天氣 還是要多加留意 那今天在花東地區也會容易下雨 那最高溫二十三度 稍稍是算是舒適 但是晚上的時候也是偏涼 那另外還要提醒的時候 是晚上的時間點 風會開始逐漸增加 空曠地區可能會有八道 許極的強正風 還有在北海岸的部分 要嚴防長浪 海外作業船隻要稍加注意一下了 那明天元宵節 但是天氣倒是不太好 因為明天冷空氣 還會威力再更強一點 北臺灣跟東半部地區 還是屬於濕冷的天氣 情態低溫大概是在十二度左右 中部一倍 但是空曠地區還會再更冷一點 可能會來到十度的溫度 所以請注意保暖了 外出賞燈節的話 要特別留心 那在中南部 明天基本上還是晴天 溫度在二十五到二十六度 還算是舒適 但是在中南部的山區 也會容易下雨 那禮拜天的時候 雨就會慢慢開始緩和下來轉乾 但是反倒溫度還會更冷 最低溫會出現在 禮拜日的晚上 到禮拜一的清晨 這波的冷氣團影響三天 明天元宵節 禮拜六 禮拜天跟禮拜一 這三天都是比較寒冷的 然後禮拜一之後 慢慢溫度才會回升 會緩和下來 但是今天跟明天元宵節 倒是比較容易下雨 水氣比較多的情況 所以明天大家有很多外出 要想登輯的活動 要有一點雨天備暗 同時要注意保暖 因為又下雨 溫度又低 體感 溫度感受起來也會比較偏冷一點 先預祝大家元宵節快樂 注意保暖了 卻隨著零零的波光 字幕提供 詞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